欢迎来到小哥播报 看得闹更看门道 9局上半酿酒人0比11落后给费成人 为了节省投手战力 派上补手Look Malley上场投球 这是Malley生涯第三次投球 特别令人期待 因为他会丢蝴蝶球 之前从未失分 第一球果然来了一颗蝴蝶 打着挥棒落空 从放大画面可以看到竖起两根手指的握法 Malley成为本季第三位丢蝴蝶球的选手 第一球是野手Alex Blandino 第二位是短暂被精英 拉上来丢一场先发的蝴蝶球投手Micky Janis 哇哦犀利 这球突然下坠 打着没掌握好挥空 不过这球其实转太多圈了 大概三圈半到四圈左右 一般希望蝴蝶球从出手到本类版 不超过1.5圈 才能让气流最大程度的扰乱球 形成不规则轨迹或脊椎 否则因为球速慢更容易被咬中 我们来看2017年退休的蝴蝶球赛羊投手 RA Dickey 的示范 这球明显会左右飘移的蝴蝶球 只有转一圈左右 这球也一样只转一圈 RA Dickey 的蝴蝶球 200胜蝴蝶球投手Tim Wackfield 也丢出过只转半圈的蝴蝶 起球60米上下的蝴蝶球过后 Malley突然塞了一颗83米的 适逢数球进来 打扎Bride Miller 的反应很好笑 因为体感差异实在太大 他想赶快看积分板显示球速到底有多快 啊 可惜 可能是这颗蝴蝶球转太多圈了 还是被Miller掌握住全雷打 这球再用蝴蝶球抢下好球 蝴蝶球打出界外 Malley 最后用速球让打者挤出滚地球出局 是一分收场 一类省Jerry Mills要求检查粘性物质 Malley准备解下皮带 Mills又说好了好了不要闹了 但毕竟掉了生涯第一分 Malley一副不要惹我的表情 谢谢大家 我是小哥 如果您喜欢我的播报分析 恳请您的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期待再相见